啊 啊 Oh my god 它会动 OK OK 我要出来的 我就很恐怖 手持弓箭 用力拉弓 手指头感受到弓弦的张力 我手上戴着的这副 是本地研发的虚拟实境触觉手套 手套除了能用来玩游戏 还能应用在医疗领域 像是中医把脉 物理治疗等等 手套里究竟藏了什么玄机 让我带你去了解更多 这个手套原型已做到自带触觉 能让人感受到虚拟人或物体的形状 大小和软硬度 甚至是雨滴等动态反馈 我们的手套主要有两个核心的技术 第一个是一个柔性可拉伸的硬变传感器 我们是用它来做快速准确的手指运动捕捉 第二个是一个小型轻量的气动触觉反馈模块 可以使用者感受到物体的软硬 心脏跳动等等 取名Habglove的手套 今后可能运用在远程医疗 比如说病患戴着手套 或许就能自己把脉 再让中医师隔空诊脉 此外 手套也可以用来培训医学生和见习医生 在训练医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让医生在用虚拟的一个病人 上面可以就是做一些培训像出诊 还是去测他们病人的那个脉搏 这是我们所要研发的一些医生训练的一些项目 所以在两年半前我们就是发现在市场上所提供的触觉手套 他们所提供的触觉其实是用震动的 然后如果在虚拟现实中它有一个物体的话 我们不可以感觉到它的那个柔软度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研发一款 可以提供比较现实的一个触觉的手套 我觉得现在在市场上的那个触觉手套 它的价格可以去到几万块 如果要真正的普及化的话 那价格要降低到几千块还是几百块钱 研究团队正在开发应用程序接口API 以让业界用户为各自的软件创建客制化的触觉 团队也在加强手套的无缝使用性能 之后才会进入商业化量产的阶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